玉米烧鸡腿的做法 很多人喜欢吃鸡 鸡的做法也很多 今天就用一款用鸡腿做的美味 玉米烧 熬鸡腿 用两种甚至都不可能在一起的食物放在料一 起 关键是味道还非常好 不仅能发挥双方的优点 滋味相互渗透 玉米的清甜和鸡肉的鲜香融合在一体 而且玉米还能有效的解脂去腻 让这道烧菜更加健康 满满的一大盘菜一会儿就被消灭的干干净净 真的是让人开心的不得了 吃货的快乐就是有美食有快乐 双饮号 鸡腿一个 玉米两根 蒜片三片 生抽一勺 料酒一勺 油盐适量 一准备好原材料 二热锅凉油 放入姜片进去煸炒 三煸炒出香味后放入鸡腿进去煸炒 四煸炒至鸡皮微微出油后 烹入适量的料酒和酱油进去煸炒 五加入少许水进去炖煮 六大火煮开后放入玉米快进去煮 七加盖炖煮十分钟 八加入适量的盐调味 大火收汁即可 九端上桌料 小窍门一 先爆香姜片 一再煸炒鸡腿 一定要将鸡腿上的油脂煸炒出来 二再烹入料酒和生抽 帮助鸡腿去腥上色 三鸡腿肉很易煮熟 所以可以加入玉米一起煮 煮好后加盐调味最后大火收汁 我开唤了 包�� because 游馅 劳 你们 不 有